你好 男嘉宾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以后我们在一块儿了 就是一礼嘛 因为我是在杭州的 然后两个人如果有矛盾了 你一般想着怎么解决处理 我不希望冷战 因为我觉得冷战是 让所有问题恶化的开始 我会就是像我备忘录里面 有一个你喜欢的东西 然后去买给你 或者说我就一直给你打电话 我会好好地跟你道歉 我会觉得就是感情只要是沟通 总能好好解决问题 好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四把叶 因为我之前听你回答是 你觉得在你的朋友中 你是别人跟你打招呼 你会礼貌微笑一下 那其实如果拿这个初恋的这个例子 来跟你说明的话 对我们来说是会比较感觉到危机感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说在我有了女朋友之后 这些行为 我会自己把握好方向 不要让她有不好的心情 现在留灯的是1号 7号 男生的心动女生是打一位 看大饼 11号 智推是 王浩宇的智推女生是 说好做 选恒顺 恒顺香醋六年辰 为您揭晓智推女生 10号 男生温暖谦逊 踏实靠谱 善于未雨绸缪 有风险前置的思维模式 感情中 杰生自好 喜欢暖心有爱 有主见又勇敢 比较顾家 有担当的女生 女生精致有品 十分自律 感情中 渴望被另一半尊重和爱护 需要三观即合得来 也玩得来的精致男孩 两个人一起 女生看问题深入的视角 和有些韧性的小脾气 令男生喜爱 男生靠谱认真 和精致俊俏的独特气质 让女生动心 是可以一起努力的 成长型甜蜜爱人 看四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作为平面设计师 每天至少要有八小时忙于设计工作 下班或放假也需要积累创作灵感 提升专业技能 好在自己对专业有足够热爱 而且会通过养猫看悬疑电影来解压 胡锐小飞人蹦蹦跳跳 我不喜欢 三 不喜欢打压式相处 贬低和批评 并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好 只会伤害两个人的感情 爱一个人需要的是鼓励和陪伴 一 理想的他 二 我的个性 三 理想生活 呃 理想生活 希望两个人在一起后 能共同养一只小动物 因为有宠物的人比较有耐心 内心也会更善良 王楠 小太阳 小脾气 创意达人 你选一个 小脾气 二 对于自己认定的是 具有不到黄河不回头的毅力和态度 坚信自己可以做得好 最后一个问题问四个女生 如果我们去自驾游 你会有什么的规划和打算吗 我会提前先订好酒店 然后提前就是做好规划 第一天上午去哪里 然后中午去哪里 晚上去哪里 就是提前会规划好 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可能会比较懒 我跟朋友一起出行的话 都是他们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我的话可能是分情况 如果男朋友是比较善于规划那种人的话 可能规划就让他来做 如果他不是特别擅长的话 那就我来做 然后按我的安排来 我的话应该会沟通一下吧 就是看看大家都想去什么地方 然后再商量一下怎么去吧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你的决定是 可以直接过去 好的 哦 哎呦 哦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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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往生开的 探紧什么